東門有個男人,額頭上生了一個三斤多重的巨型肉柳 哇,差不多有半個頭那麼大? 額頭為什麼會生這麼大的肉柳出來呢? 今天他在廣州接受撤除手術 手術又順不順利呢? 康若逼他去探過他 這一位就是來自江門的鄧先生 躺在病床上等待手術的他有點緊張 他右邊額頭上面這個巨型的腫柳有三斤重 已經跟了他十年那麼多 平時痛就沒怎麼痛 但他很重,壓一隻眼比較辛苦 平時走路的時候,我走他又走 要用手托著才行 這麼大的肉柳是怎麼來的呢? 那個還要從十年前的一宗交通事故講起 當時他坐過朋友的車,一個急殺車 他的頭部撞上了車前玻璃 從那塊玻璃裂裂了,當時沒什麼事 又不流血,什麼都沒有 他現在就跑這麼大顆 沒多久,鄧先生右邊額頭上面 生出了一個細胞 慢慢這個包還變硬了 凸出來,有些少許凸出來就不方便 在本地醫院就做了 刮了之後,第一次刮了之後 不夠一年,變成通院那麼大 然後又做,做了06年 一年又起了,變成起了三個 鄧先生先後做了兩次切除手術 但每次切除之後,肉柳都變得更大 去年年底還加速風掌 最近鄧先生自己不小心 勾破了肉柳,導致流血不止暈在地上 他的家人將他帶到廣州求見 鄧教授介紹,鄧先生頭上的纖維肉柳經過多次切除 就是用日大去選 同時呢,再不做呢 他就會存放下面的股口拿下 你做之前肯定緊張的,現在肯定 做了之後,你希望出來可以做到事 早上八點半,鄧先生被推入手術身 那現在呢,手術的進行時 現在手術已經是過去了三個小時 剛才我們了解到,醫生已經是成功 將這個主要的腫瘤組織 已經是成功切除了 那接下來呢,他們做的是 剩餘腫瘤組織的一個清理的工作 那接下來呢,還要進行一個直皮的手術 估計是還需要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這個手術還是很訓練 切得關鍵,手術其實不算多 經過將近六個小時的手術 鄧先生頭部的三斤肉瘤總算成功拿作 醫生介紹,惡性腫瘤都有復發的可能 但經過醫生的努力,已經將復發的可能性減到最低 剛剛經過病例證實 然是鮮瘤有了 認為惡性腫瘤 它是無知經驗生長 它之前兩次都復發呢 可能呢,是不是腫瘤呢 切得關不關鍵 第二種可能性呢 就是疾人的改變 我們用眼睛的經驗都清掉了 凡是惡性腫瘤都有這種可能 但是呢,估計沒有這樣 是比較好的 接著來,鄧先生還需要留言觀察 恢復良好的話 一個星期之後就可以出院了 希望做了之後就可以出來做